大家好,我是指挥中心社区防疫组组长庄仁祥 防疫迎新年,鼓励大家在家中收看跨年节目 年假期间,如果计划出游,也要做好防疫措施 如果您要参加跨年活动,请携带手机 以利通知防疫相关讯息 活动期间及年假出游时,记得佩戴口罩,并注意手部卫生 主办单位及场地管理单位应提供手部消毒用品 提高公共空间的消毒频率 室内活动请落实实联制,规划固定入口 进行体温量测及手部消毒 如果您正在居家隔离、检疫、自主健康管理 或有发烧、呼吸道等疑似症状 请留在家中或检疫地点 不要外出参加活动 让我们一起落实防疫,健康迎新年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张启登 新北市积岁国中庆祝孝庆 以管乐团音乐会先发展开的庆祝活动 除了演出今年获得新北市学生音乐比赛特有的曲目之外 还有今年最夯的动漫曲目 《鬼灭之刃》电影主题曲《红莲华》 现在就带您一起来欣赏 新北市积岁国中管乐团演出2020电影票房冠军 日本超人气漫画改编的《鬼灭之刃》电影主题曲《红莲华》 这首曲目延然已成为各个管乐团必吹奏观众共鸣度相当高的神曲 包括土城国小管乐团 机中管乐团都不错过 编曲者刘洋志老师在机中管乐团音乐会上担任影言人 分享孩子推荐电影因而编曲的缘由 而且在演出的过程中还要Cosplay的桥段 让人惊呼鬼灭之刃的惊人影响力 我问他什么都不理我 但是我说要穿这个衣服 他就整个人好像他眼睛亮睛睛 他就完全不远 所以各位朋友们 为什么那个Seven会卖以后鬼灭的签议 鬼灭的洋芋片 所以我觉得这可以投留一下 如果小朋友呢比较害羞 我们就用这个来洗衣 那你等一下子把那个音阶都练滑 我再给你上一次这个 7岁国中管乐团举办音乐会 除了带来儿童界的热门电影曲目之外 同时也安排了瑞典流行乐团阿爸的经典曲目 每一首歌传唱至今历久不衰 让老少观众一包耳服 校方表示今年是校庆50周年 以管乐团音乐会为先发 陆续展开系列的庆祝活动 多年来一直非常支持我们 我们集水教育的我们的议员名 我们的民营代表 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家长 我们的有校 以及我们的非常多的 包括我们的 后援会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社区 跟上多的这个监察人士 排名的志龙等等 因为由你们来成就了我们继续的教育 其实今年是50周年 算是一个50周年的这个非常喜庆的大日子 所以今天的这个音乐会 也是揭开我们50周年的一个序幕 校方以管乐团音乐会作为50周年校庆首播庆祝节目 并且借此机会宣布好消息 今年新北市学生音乐比赛 乐团拿下特优成绩 不但是连续11年难能可贵的表现 并同时取得全国赛的入门票 为学校争光 也为这一群国中生乐团 留下最难忘的回忆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新北市积岁国中管乐团 陈军约20年就拿下了 11年新北市音乐比赛特优成绩 其中音乐总监魏德妍可以说是乐团灵魂人物 乐团学生都称呼他老大 魏老大教学当中最强调 学生品德与纪律的养成 而这一次学校50周年校庆活动 魏老大也号召校友组成校友团演出 回到乐团重温当年练团的那一段青涩年少 新北市积岁国中管乐团 号召校友演出 人数超过预期 组成校友一二团 为的是回忆那一段国中年少 更是为了乐团总监魏德妍 团员们习惯称呼他为魏老大 国中三年时间 有魏老师和团员的陪伴玩音乐 让这段日子难以忘怀 尤其魏老师带领 强调学生纪律和品德的养成 让课业繁重的国中生 在音乐的陪伴下 更能够开心学习 其中已经有毕业校友 重返学校担任英文老师 以老师的身份 以学业的身份 对 然后管乐团带给我的东西呢 我其实一直都是 我觉得是一辈子带的种的软实力 就是怎么与人沟通 然后以及怎么去学会负责 那更重要的是 管乐团的英文人物魏老师 那从魏老师的身上 我看到一个稍微教育工作者 演呆 他静静念念地面对自己的教学 这重心在台上的每一分美一样 同时他也无条件地 为学生承担他的手手 魏德燕老师94年 接下乐团总监职务 因集中附近学校没有管乐团 国中阶段入团的学生 几乎没有音乐基础 因着魏老师的陪伴和教导 以一个乐团 一个声音的精神口号带领 让乐团拿下无数次的试赛 和全国赛的特优精彩表现 而魏老在带团15年后 也将计划退休 音乐会上带领校友团演出 有无尽的感谢和不舍 另外校长张国震及夫人 还有家长和团员们组成合唱团 为老师指挥管乐校友团演出 师母李琴花指挥合唱团 亲子同唱泪光闪闪和花心 百人的大合唱 更让音乐会充满了不舍的离情 如果没有你们的话 我不想我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 而依据乐团传统 针对90级学生安排特别的风管仪式 感谢在团三年学长姐的精彩表现 但今年更像是乐团总监魏德妍的风管仪式 不管是团员还是校友们都有着满满的不舍 音乐会后团员们最熟悉的五楼恋团教室 极满历届团员捍卫老师拍照留念 除了舍不得更要谢谢他 让国中阶段如此的精彩难忘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又有民众险些被诈骗集团给骗了 新北市一名女子持手机在便利商店提款机进行操作 因为神情紧张 排在后方的民众感觉不对 请店员通知警方到场 还好经过了警方的说明 成功挡下了一起诈骗案件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这名女子急得差点哭出来 原来又是诈骗集团惹的祸 尽管警方一再呼吁宣导所谓的解除分歧付款就是诈骗电话 但就算已经是老梗了依旧还是有不少人会上当 信用卡公司是吗 然后有跟他说就是什么倒刷啊 什么五点的十二笔 我觉得是诈骗啊 然后我跟他说就是不用你卡 还好民众跟店员激紧 赶紧请警方来劝阻 三峡警分局呼吁民众 年关将界各类诈骗老梗手法摆出 接到可疑电话记得要先求证 避免受骗破财 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导 全台跑友瞩目的运动盛事 新北市铁道马拉松借力赛 12月初在庞博大雨中落幕 即便天后不佳 仍聚集了650队超过4500人欢乐开跑 而这次特派记者阿萱也纠团大学同学来挑战 是7.6公里全程记录 要让新手跑者一次上手 这是他们的接力服装 好酷哦 他们可以说一句话是 1674 完就可以睡觉了加油 哇成功就好棒 那真的是最后一面 3 2 1 好 愚蠢 好棒 有趣 猎乐 你算是把手下距离 啊 你算是无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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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交接給佳琪了 5號嗎? 6、7、6 這個給琪琪 GoPro要交接了 這邊好 我告訴你最怕是 7、6、7、4 我們就可以睡覺了加油 我們就要搭著這個行車過去了 要騎車 對啊 我剛剛追火車追得很清楚 因為都很沒拿啥 其實是我的深山當中的地方 不要幹嘛 這個是千王的風景啊 有一個坡 很大的坡 很漂亮 衣山棒 這邊就是新北市的海景 還有 有好玩才是重點的 我們只在參加 好玩 車子來了 車道 林佳琪呢 啊 怎麼 還不見人意 第一名抵達重點了 我們是 我們是另開的第一名 八三四來了 我家大寶貝來了 他終於來了 他現在回來了 他今天擔當我們 要跑最長的選手 而且 我不知道 我要再去往拼路 一堆上下坡好不好 乖 乖 乖 沒有禪話過啦 我忘了 忘了 我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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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睡覺了 加油 我先走 小姐 日午失敗 七起觀賞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翔 今天真的是最後一年 我要開始 笨巴跑步 前面的挑戰就是 看能不能都不要停下來 不知道是 汗水還是雨水 但這風景很漂亮 真的 不要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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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跟你們說我旁邊有好多位 互發使者 常常被他們撿走了 好像是最後的爬步 真的 無法用爬的 我要使吃 宣指呼吸 謝謝 不用爬的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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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代話給你 這隻嗎 繼續跑 不要放棄 終點給你啊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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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加油 我心加油 好可憐 好可憐 好感人喔 有洋中 嚴肅說你們要不要放棄 我身邊有很多糊花石的 日系機車的 最多曾經有六台機車跟著你 那你剛剛說我怎麼樣 很棒 很棒啊 有啊 有啊 我剛剛 還堅持著用跑的 對啊 最後要衝到終點 一定要跑一下 前面用走的就算了 好 很可憐 因為我剛剛就一路跑 然後我身邊都有很多糊花石者 接下來要推薦給您 永和一間早午餐店 以柴犬為主題 最吸睛的餐點 就是特製柴燒拼盤 真的是讓柴犬控愛到不行 一起來找找店裡的彩彩身影 柴犬控看過來 柴犬玩偶 印有狗狗圖案的馬克杯 就連食物拼盤上 也可見彩彩身影 真的好療癒 這樣的柴犬燒 有包括奶茶抹茶等四種口味可供選擇 口感扎實 別家食物拼盤可沒有 這是永和一間早午餐店的最夯餐點 因為它的形狀很可愛 還有還有維也納四重奏厚片拼盤也很熱銷 其中的四色鮮奶厚片 甜的鹹的多種口味一次滿足 我覺得還滿軟的 然後也很香 早午餐店結合柴犬主題 源自於老闆娘對兩者的喜愛 那某某材成立是因為當初老闆娘家裡有養了一隻柴犬 那因為自己本身又很喜歡早午餐 所以我們就結合早午餐跟柴犬 那把柴犬的元素帶到店裡面來 那當然我們最主打的還是我們柴犬造型的柴犬燒 然後像我們有一些柴犬的周邊商品 日系風格的店內裝潢 充滿可愛的柴犬元素 餐點份量適中 價格落在140元到200塊左右 在早午餐店一級戰區的永和實屬清明 同時也是寵物友善餐廳 老闆夫婦們在餐點上不斷推成初心 預計在9月將推出新菜單跟大家見面 邀請大家一起來找柴 記者聊安靜的美學院永和報導 桃園市巴德區瑞發社區與不一樣休息站 聯合成立了永續時尚共創基地 透過社會企業時裝品牌Storywear 與弱勢家庭照顧者媽媽們 一起將廢棄布料重新利用 成立當天還特別舉辦了時尚走秀 邀請桃園市長曾文燦擔任模特兒 呼籲大家一起響應環保 讓時尚永續 專業模特兒身上穿的衣服是不是很漂亮呢 你一定很難想像這些衣服其實都是回收布料 在制而成的 桃園市巴德區瑞發社區與不一樣休息站 聯合成立永續時尚共創基地 透過社會企業時裝品牌Storywear 與弱勢家庭照顧者媽媽們 一起將廢棄布料重新利用 不僅響應環保也幫助弱勢家庭增加更多的工作機會 那我們一直希望台灣可以變成一個永續時尚產業的標杆 那也許從我們開始從瑞發裡開始 我們集結了廢棄布料的銀行 然後由我們設計還有我們的團隊 二度就位婦女來製作 讓整個永續時尚產業可以在國際上面被看到 為了歡慶永續時尚共創基地成立 巴德區瑞發里長特別舉辦永續時尚服裝秀 不僅讓休息站成員與李明親自上場走秀 還邀請桃園市長鄭文燦一起上場 並且進行現場一賣拍賣 市長表示這樣的活動非常有意義 將會把不一樣休息站的故事製成紀錄片 讓更多人了解並且支持 今天也舉行了走秀 走秀也讓我們的素人阿公阿嬤一起參加走秀 讓我們的工作坊的同仁也參加走秀 我覺得非常具有價值 所以我決定把這個故事把它拍成一個紀錄片 讓大家了解 在我們的各種市集也歡迎瑞發裡辦公室 把這個不一樣工作坊的作品拿來參加四集活動 永續時尚共創基地 尤巴德區瑞發里提供場地 結合布料銀行與企業立體 未來也會開放給民眾報名學習改造廢棄衣庫 除了購買產品支持休息債 也可以回收就衣牛仔褲 但請先清洗完再捐贈 讓時尚永續 記者賴瑞一桃園報導 桃園瑞慶里里長徐立玉日前病逝 也完成了補選作業 由里長的女兒黃新韻當選 雖然是82年次的年輕人 但是長期關懷地方 也是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裡面對他都抱有很大的期待 黃新宇表示 將會將原有的服務再擴大 整合多方資源 讓瑞慶里更美好 桃園區瑞慶里長徐立玉前段時間病逝 因此日前勾索也辦理了里長補選作業 最後是由徐立玉的女兒黃新韻當選 82年次的黃新韻不僅年輕 也是同德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 他將繼承母親的一波 繼續為鄉親服務打拼 變成了里長之後 那或許是會有很多的民眾 是他是急需要集團救助 或者說一些馬上關懷他來找我們 那其實如果說我可以 就是連結協會的資源 或者是說去拓展外面更多的資源 來幫忙他的話 因為有時候政府畢竟還不積極吧 我們的民間也是很有力量的 那我會希望是說不管是在建設方面 還是說照顧我們的民眾方面 我都可以有更進一步 或更深入的可以去幫忙到他們 這樣 黃新韻長期關懷地方事務 許多里民都是藉著社區發展協會認識他 里民表示黃新韻熱情 而且相當關心長輩與小孩 也把社區活動打理得相當好 對他未來的服務與表現 都給予高度的期待與肯定 他很用心的在幫我們這個瑞慶旅 做這個服務我覺得非常的棒 再來就是說他每一次 對我們的那個老人家都非常非常的關懷 所以我覺得說他一定會做得非常好 我們其實離里長辦公室也很近 離我們的活動中心更近 所以我們會看到非常多元的活動 那也常常會看到他就在我們 深入我們臨裡 所以其實我是因為這樣 所以非常的支持他更敬佩他 也非常的 終於知道原來年輕 專業會做事不是口號 黃新韻表示當選里長後 會把服務更擴大 除了積極爭取經費回來建設瑞慶里 也希望把社區的服務對象再擴大 同時結合地方與社會的資源 來幫助有需要的里民 讓瑞慶里更美好 記者來維一討人報導 藝術治療著重的是創作的過程 而非繪畫的技巧 藝術治療師黃千千表示 許多人會藉由繪畫的方式 讓自己的心靈更平靜 產生出不一樣的愉悅感 在面對壓力時 不少人會選擇去運動吃美食來紓壓 不過也有人會透過手作繪畫的方法 達到不一樣的宣洩 稱為廣義的藝術治療 而究竟藝術治療師的工作內容是什麼呢 藝術治療呢 其實在國外已經是行之有年的一種專業 它是心理治療的一種方式 那當然其實目前在台灣 可能會大家普遍接觸到會有兩種 一種是屬於比較醫療型的藝術治療 那另外一種是屬於比較廣義的藝術治療 它是一種有療癒性的創作活動 我們的工作是協助我們的病人 我們的個案 能先去了解它的需求在哪裡 那了解它的需求之後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專業 怎麼樣去跟藝術治療結合在一起 然後透過藝術創作的方法 能夠去達到它所想要的目標 其實藝術治療這個名稱 似乎會讓人誤會本身需要專精於繪畫 但事實上著重的是創作的過程 而非繪畫的技巧 藉由創作的方式讓心靈產生療癒的感覺 對某些人而言反而會使內心更加平靜 一般坊間的人通常會認為說 可能是只有喜歡畫畫的人 或者是說會畫畫的人 才適合使用藝術治療 但實際上在藝術治療裡面 創作並不是關於繪畫技能 那也不是關於你學習一個繪畫的技術 然後或者是畫好看或不好看 事實上藝術治療裡面的 講的是創作的本身 所以基本上真正挑戰你或者是 你需要去學習的實際是創作這件事情 藝術治療提供個案藉由非語言的方式 表達自己的情感 然而撇除藝術治療這個代名詞 其實藝術創作的本身就已經 為不少人帶來創作後的成就感與喜悅 記者有加於桃園報導 今年聖誕節 桃園市建國國中舉辦了一年一度的 英語話劇公園 劇中探討了校園霸凌 歧視等議題 甚至將化學實驗班上了舞台 演出話劇的英語資優班同學們希望 透過有趣的劇情 讓互相包容尊重彼此差異的觀念 甚至於大家心中 桃園市建國國中選在聖誕節 舉辦一年一度的英語話劇公演 今年以《Love Yourself and Respect Differences》為主題 希望讓同學們了解到尊重彼此差異的重要 這齣戲就是在講一個 還有先天的殘缺的一個單台的故事 希望這齣戲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雖然他們身體是殘缺的 但是不要因為這樣 然後就去討厭他們 或是不認同他們的能力 話劇巧妙結合了法國知名小說 《鐘樓怪人的故事》 探討校園霸凌 歧視等議題 甚至還將化學實驗班上了舞台 建國國中校長表示 希望透過有趣的劇情 藉此讓平等友善的人權觀念 深植於孩子們心中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劇情 可以讓我們學習尊重不同的個別差異 同時也能夠跟所有的同學 可以和睦地相處 讓營造校園是一個非常和睦的 一個友善的一個校園 這次公演是八年級英語自由班小朋友 耗費一年半時間和老師們一頭籌備而成 現場也提供雙語字幕投影 方便所有同學了解故事發展 並從中學習英文 我們把這個學習 都錄了這個 在他們的類似遊戲中 像在這個話劇裡面 讓他們具備很多的英文單字 同學們希望透過話劇 讓更多人能有顆互相包容 尊重彼此的心 也讓今年的聖誕節更有意義 記者劉雨婷 桃園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T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M輕鬆電台96.9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收看 我是張啟燈祝您一切平安 再會 大家好 我是指揮中心社區防疫 我們下午餐 我們下午餐